西市珍宝重现江湖 民国旧案迷雾重重 一个家族千年的沉默守护 一桩阴谋万分的 毁决阴毒 瓷器 青铜 金石 字画 谋杀 社局 掌眼 造假 古董局中局 进险古董行当里的江湖险恶 与文化传承 我把宝基式的地图摊在床上 你看 这是圣岩寺 今天谢老道说了 圣岩寺里只有一尊大日如来 那么另外一尊卢舍纳佛在哪呢 你想一想 洛阳的两尊佛一个在堂内 一个在城外 那么圣岩寺的两尊佛 是不是也会是这样同样的安排 一个在寺里 一个在寺外呢 木户加奈一拍手 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他整个上半身都抚在地图上 用指头一寸一寸的在祁山县附近移动 我继续说道 所以我认为啊 圣岩寺的佛像是一个只是方位的坐标 我研究了一下明堂遗址和龙门石窟之间的距离与方位的关系 按照这个关系 你看 与圣岩寺大日如来相对的卢舍纳佛 位置应该就是在这一带 木户加奈随着我的解说 移动着铅笔 很快就画出了一条线 起点是圣岩寺 而终点 则落在了秦岭的崇山峻岭之间 那里没有任何的地名 他抬起头看着我 我们两个四目相对 当年许玉成和木户有三 很可能就发现了这种对应关系 然后 他们根据圣岩寺这尊佛像指示的位置 深入秦岭 去寻找另外一尊卢舍纳佛 木户加奈兴奋地接过我的话 对 也就是说 他们发现玉佛的地点 很有可能 就在秦岭的某一点 那里 有一尊卢舍纳佛作为标记 可是 忽然他又困惑起来 可是 续萨 玉佛本来供奉在洛阳 怎么会跑到齐山这么偏僻的地方呢 你别忘了 在正圣元年 也就是公元六百九十五年的正月十六 明堂被一场大火烧毁了 明堂内的许多珍贵宝物都被烧毁 这尊玉佛 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转移了出来 放到什么地方暗藏起来也说不定 对 那么 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我伸出手 指向窗外远方的秦岭山脉 我们当然 要去石地 看一看 洛阳的龙门石窟 在洛阳明堂遗址的东南方向 大约十五公里左右 如果我的理论成立 那么那尊神秘的卢舍纳佛像 应该也在圣岩寺东南十五公里的地方 那里 正好是秦岭的山中 这个距离看着很近 地图上只是一条直线 可是秦岭山脉 险峻曲折 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以走 少不得要绕路攀岩 地图上十五公里的直线 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绕到 我把这个猜想告诉了姬云福 他也很赞同 也想跟我们一起去看看 不过他必须要帮助老气 破一笔记本 暂时抽不出时间 于是我决定只带着木户家那去 我本想再找一个熟悉地形的当地导游 不料在街道上 又碰到了谢老道 谢老道听说我们要进秦岭 自告奋勇要跟我们一起去 并且拍着胸脯 说这一带他从小就熟悉 翻山越岭不在画像 他还说跟我们很投缘 我估计我们出手阔绰恐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这样我们在秦山买了一些登山用的装备 还有两顶帐篷以及三天的粮食 现在的时节还没有进入秋季 山里除了稍微凉爽一点以外 还算是适合露营 我在北京的时候 也跟朋友到司马台长城玩过 有过攀登的经验 而木户家那表示 他在日本也经常去深山考察神社遗址什么的 野外作业司空见惯 至于谢老道吗 据他说 当年他是从陕西一路要饭到达成都 这点路程是小意思了 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精确的定位 这不是一次大面的考察 而是寻找具体的点的考察 必须要准确的抵达那个点才有意义 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是姬云府 他从自己的收藏里 找出了一张古老的军用地图 这张地图木户家那看起来是格外的亲切 因为这是一张当年日军的参谋本部出版的作战地图 在抗战之前 日本曾经派遣了大量的间谍潜入中国 绘制了大量精细的地图 甚至比中国自己的地图都准确好用 这张地图就是日本当局绘制的奇山附近的地形图 这张图严格着遵循军事地图的画法 等高线勾勒的一丝不苟 标高也特别的细致 相当的好用 我看了看地图 哎呀 真是不错 不得不承认啊 日本人做起事情了就是认真啊 谢老道满脸的不谢 就这张图啊 一条线去里拐弯的 他哪能比得过老道我 掌中的锣排和胸中的玄机啊 说完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风水锣排 拨弄了一番 还摆出了一副先锋道骨的模样 这个罗盘是黄阳墓的质地 边缘光滑 扶着一层暗黑色的包浆 内敛深邃 像是被人玩熟的核桃一样 沾染着气血 一看就是好文物 不过我对这玩意儿的实用价值存疑 罗盘倒是还能赚 但是上面刻的字迹都已经磨得几乎看不见了 中间的指南针的磁性也不怎么样了 木户加奈在一旁不说话 默默地检查着我们的登山包 我发现自从订婚之后 我跟外人说话的时候 他从不插嘴 永远站在我身旁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 并且总是恰到好处的递来外套或者是水杯 还真的像传说中的日本媳妇一样的贤惠啊 胡哥听说我们要出发 建议我们把秦二爷也带上 不过我看这个秦二爷对我们一直是愚恨未消啊 就蜿蜒拒绝了胡哥 这次行程在山里很危险 需要团队的精诚团结 我可不想在登山之余 还要提防着这个秦二爷 我们一切都准备停荡之后 选了一个大清早 从圣岩寺附近的一处山口进入秦岭 秦云府把我们送到山脚下 叮嘱了一番 还专门告诉我们 说等我们回来 这边也就破译的差不多了 秦岭的主峰 坐落在太白县周治县境内 海拔三千多米 骑山毗邻三线属于主峰北路的范围 秦岭山体之雄骑 山市之跌宕起伏 一点都不含糊 我们一开始出发的时候 尚有牧羊人的小路可以走 不过很快 小路的痕迹就消失了 我们不得不沿着陡峭的山坡 小心的前进 有时候为了翻过一道山坡 要反复上下好几处山头 一开始还能偶尔在山凹里 看到一块田地以及荆棘林地 可到了后来 周围的野生华山松 游松 段树变多 从西书逐渐茂密起来 还有好些不知名的小鸟和动物 窜来窜去 我们在山里走了足足一个上午 一看地图啊 直线距离还不到三公里 我们满头大汗的走到了一条山溅的拐角低洼处 有一条轻车的小溪横窗而过 蜿蜒地伸向了山脉深处 我们停下来休息 坐在西边吃了点午饭 我低头拿着指南针看地图 琢磨着该怎么走才最有效力 这张地图虽然等高线精细 可也不能完全信赖 有的地势险要 但山石起伏 可以落脚攀爬 而有的地方 看似平缓 却是密林紧凑 无法通行啊 谢老道也没闲着 他拿着罗盘在四周旋转了半天 看我正在发愁 就眯起了眼睛 哎呀 这一代啊 叫做鬼剃头 你看看啊 东边一条沟壑 西边一道山岭 就像是被鬼抓了脑袋 拽下了几根头发一样 这是出了名的难走啊 附近的山民啊 很少来的 这么说 你也没怎么来过 嗨 这个地方有啥好来的吗 啊 除了逃犯 谁轻易往这山里跑啊 谢老道说着 又掏出了一块馒头 就着吸水吃了起来 木户加奈没有参与讨论 他殷勤地为我切开了一片面包 抹上巧克力酱 还撒了几粒葡萄干在上面 我接过面包吃了一口 他马上又递过来了一瓶 泡着蜂蜜和柚子片的水 这种情景 让谢老道好一阵的羡慕啊 等我们吃饱喝足 躺在草坪上休息 木户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须丧 御佛头本来放在洛阳的名堂里 为什么 许一成和木户有三 会到齐山来寻找呢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之前还真做过一番功课 反正现在长途跋涉 也没什么事 我就把这个背景故事 说给了木户 所谓的名堂啊 是指古代用来宣布 政令和祭祀的场所 政治意味浓厚 为了给称帝做准备 当年武则天 在垂拱四年 也就是公元688年的春天 在洛阳修建了一座名堂 号称万象神宫 这座名堂的主持者 是他宠信的一个面首 叫薛怀义 薛怀义这个人非常的聪明 他指挥数万民工 以祁元殿为基础 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修起了一座 无比高大的名堂 这座名堂周长90米 高90米 就算是搁到现在 那也是一栋高大的建筑 它分为三层 最高层是一个圆顶亭 亭子中间立有铁制的金凤一头 暗喻武则天本人 而在明堂的后头呢 还有一座天堂 里面放置着一尊高百尺的佛像 周围放着许多佛教的器物 大日如来玉佛像 就很可能也摆在这天堂里 明堂落成八年之后 也就是公元695年的正月十五上元节 薛怀义为了讨好武则天 挖空心思在元宵节当天 搞了一场盛大的表演活动 他在明堂挖了一个深五米的大坑 放了一尊佛像下去 并且当着武则天的面 用铁链拽了上来 展现出佛字帝永的奇观 他还拿牛鞋 画了一张两百尺高的佛像 悬挂在天津桥上 可是武则天呢 却对这些没有太大的兴趣 此时的武则天全部的心思都在他的心宠 沈南囚的身上 薛怀义心生忌妒啊 他竟然在上元节的第二天 正月十六一把火把天堂给烧了 这场火势很大 连明堂也被祸及 生生烧了一个干净啊 而武则天呢 不愿意丑事外扬 对外就说是工匠的失误 遮掩过去 后来明堂虽然多次修复 可再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的规模 到了安室之乱的时候 明堂被彻底的分毁 那尊御佛 很可能就是在这两次浩劫中的某一次 被转移出宫 听我介绍完这些背景 慕虎加奈问道 徐萨 如果把御佛送到长安保管 我可以理解 可是为什么要特意把御佛送到祁山呢 难道祁山在唐代 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吗 我摇了摇头 表示这个问题我也答不上来 事实上我们此行的目的 正是为了找出这尊御佛背后的故事 我轻轻地拍了拍手 起身背起了背包 准备继续上路 慕虎加奈坐在地上 他把手抬起来 我握住他的手轻轻一拽 把他拽了起来 谢老道一个人走在前面 我和幕户谈话 他从不插嘴 这个人虽然油腔滑掉 其实聪明得很 他知道有些事情 还是不问得好 我们又在山中跋涉了整整一个下午 从一座高岭的侧面 斜插到两片山崖的交汇处 沿着一条无比狭窄的崖边 向下走去 这里山体的断层 天然形成了一条狭窄的剑道 勉强可以走一个人过去 但必须要后背紧贴着岩壁 一步一步地蹭 从地图上看 这是一道类似外墙的山林 突破之后 里面则山势趋缓 就好走多了 赶在太阳下山之前 我们终于有惊无险地翻过了这道山墙 来到了一处长满了竹林和气树的山凹 这里地势平缓 适合扎营 就在这个时候 谢老道忽然喊了一声 我们遵循了他的视线看去 看到远处的林子里 隐隐抄抄的似乎有一栋建筑 这个发现让我们吃惊不小啊 难道在如此偏僻的地方 还有居民吗 我们谨慎地停下了脚步 想看清楚再说 那栋建筑的大部分都被竹林和气树遮挡 只是从轮廓 勉强能够判断出他的体型很小 还到不了寻常茅屋的高度 另外他的周围 树林与草坪 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 谢老道观望了一阵子 捋了捋胡子 这个砌树为账啊 那不是人住的地方 啊 不是人住的地方 那是什么 谢老道转过脸 一脸的严肃 那是一座坟 哦 好吧 我松了一口气 在这深山老林里 一座坟 总比一群不知底细的人要安全啊 我们走近一看 果然是一座坟 从坟墓的形质一看就是明代的 坟为用大块的青砖弃成 不过这个坟已经被人给盗过了 目前的石碑只剩下了一个基座 坟种也像一个人被剖开了肚皮 向两侧敞开 里面隐约可以见到半上拱形的藏地 大概盗墓贼觉得这荒芜人烟 所以肆无忌惮 连盗洞也不打 直接挖开了事 坟墓附近长着高高的灌木与野草 几乎要埋掉一半的坟身了 没有任何小径的痕迹 说明这个地方即使当年有人祭祀 也很早就弃之不用了 就连盗墓的恐怕也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 谢老道拿着罗盘看了一圈 说这座坟修得很古怪啊 这里无水又环山 乃是一个枯局 在这里修坟 诚心是不打算让死者安生了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墓户加奈在日本也是见惯了墓葬的人 至于谢老道嘛 他自称会法术 鬼神不能进身 我们三个人都不忌讳 索性就在坟墓旁边扎起了营地 织起了帐篷 谢老道说他不睡帐篷 有块石板就够了 但我们还是硬塞给了他一顶 不过这样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只剩下一个帐篷了 我正在为难 墓户加奈已经钻进了帐篷 把里面的充气垫铺好 拿出了两个睡袋摆植 我看他拿出了两个睡袋 暗自松了一口气 我们走了一天 都非常的疲劳 吃过晚饭以后 我和谢老道随便聊了一会儿 各自钻进了帐篷 我一掀帘子 墓户加奈正跪坐在气垫上 双手放在膝盖上 你回来了 口气就像是一个 等着丈夫下班的家庭主妇 他还帮我把外套脱下来 仔细叠成枕头的形状 放在睡袋口 我忽然发现 我自己 现在慢慢的 已经习惯了这种相处的模式 在帐篷里 我注意到墓户加奈 已经脱去了登山外套 里面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衫 胸前的曲线 不输给秦岭的咸风啊 还有两条白皙的手臂 直晃眼 这让整个帐篷里 都有一种暧昧的味道 墓户大概是注意到了我的视线 脸色一红 不过他却没有躲闪 反而轻轻地挺起了胸膛 我一时大窘啊 顿时有些手足无措 他凝视着我 忽然叹了一口气 徐萨 我们离开秦山以后 你打算怎么办 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现在在理论上 我是一个失踪的人口啊 五脉只知道我在安阳失踪 就算他们想办法 撬开了郑国渠的嘴 或者是要不然泄了密 也无人知道 我已经悄悄地潜入到了齐山 等到我回到北京一线深 一定会掀起轩然大波 皇家和耀家姑且不论 刘局那边 肯定是要有一个说法才行啊 要是咱们真能查清真相 这些事估计他们不会计较吧 那 邀先生 和黄小姐那边呢 一听到这两个名字 我沉默了 要不然嘛 我还应该能交代 但是这个黄奄奄 却是一根刺儿啊 这根刺不深 但是很锐利 我虽然劝说自己 这是因为黄家 我才不得以采取的手段 可我终究还是欺骗了黄奄奄 一想到魂不知情的他 在郑别村的村头 与郑国局拼命的样子 我实在不敢想想 黄奄奄如果知道我骗了他 会有多大的怒气啊 我想不出别的办法 挥了挥手 哎呀 我也不知道 到时候再说吧 慕虎家内忽然抓住了我的手 我能感觉到 五脉对你的成见很深 很难接纳你们许家 要不 等这件事情结束后 我们回日本定居吧 啊 再说吧 对了 嘉奈 这个东北亚研究所 现在是做什么的 啊 主要是文物的整理 保存和鉴别工作 说起来 工作 跟中华建古学会差不多 你如果跟我回日本 可以去他们那里认知 我刚才其实想转移一个话题 没想到又让慕虎家内给扯回来了 哎呀 那再说吧 哎 你说 他们会不会现在也做一些古董进出口生意什么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 徐三 你怎么会想起来问这个 啊 随便问问 随便问问 啊 我这会赶紧缩回了手 钻进了睡袋里 慕虎家内 摇了摇了摇头 没有继续问我 他把帐篷的侧拉链拉好 钻进了另一个睡袋 而隔壁谢老道的帐篷里 早已酣生如雷了 这一晚 我忽然失眠了 脑子里翻来覆去 都是目护家内的那个问题啊 思绪就像是一把大木锤 把我脑子里的睡意 像捣蒜一样 敲得支离破碎 大约到了午夜光景 肉体的疲惫 好不容易快要压服精神的亢奋了 我忽然迷迷糊糊的听到 外面传来了一阵 轻微的金属响动 我顿时睡意全无 轻轻的拉开睡袋 隔着帐篷门帘上的 透明窗朝外看去 看到了一个人影 在树林里晃动 我小的时候 听凡特的故事里有一招 找一根细线 拉在外头的草丛里 细线的一头拴在小木棍上 另一头织一个罐头盒 碰到那根细线 罐头盒就会当郎一声倒扣下来 晚饭我们吃的是午餐肉 我看到有一个空盒子 一时起了玩心 才设了这么一个东西 装完以后 我自己都忘了这茬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一个无意中的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还真就派上用场 那个模糊的人影 估计也听到空盒子落地的声音 正打算掉头离开 我侧而倾听 谢老道的帐篷呼噜 依然在想 那肯定不是他 在侧脸一看 木户加奈在睡袋里 睡得也正香 毫无疑问 是另外一个人 在这如此偏僻的山里 居然还有除我们以外的人 我感到了一丝寒意 我赶紧爬起身 随手抄起了野营用的铝水壶 离开了帐篷 今天夜色无云 星月高悬在夜空 整个山沟里笼罩着一层 浅浅的灰白的光芒 我抬眼这么一看 忽然看到一个人影 跑到坟边上一晃 就消失了 一股凉气从我的脚底升了起来 顺着几两股脂往上爬 我是个无神论者 可是这大半夜的 一座古坟的旁边人影之晃 确实需要一点勇气来面对 我咽了一口唾沫 跑到帐篷里 把谢老道叫醒 谢老道听我这么一说 反而很兴奋 他一咕噜爬起来 抄起了罗旁和金刚楚就走 我本来想问那个金刚楚 不是佛家的法器吗 可是后来想想 这个玩意儿 还真能防个身扎个人什么的 我们悄悄地走进了那座古墓 无数的气数阴森森地出立在四周 在月光的照耀下 像一群直立着的 没有声息的僵尸 谢老道告诉我 这在老年间叫做骨光 骨头的骨 光亮的光 意思是啊 跟死人骨头的颜色差不多的光 这种时候不能走夜路 更不能靠近坟地 这是有讲究的 我看看他 那 那咱们现在不就翻计吗 嗨 怕什么 我谢老道会五雷正法 孤魂野鬼进不得我的身 我看他好像还来劲了 我们俩围着坟墓转了一圈 可是什么动静都没有 那个人影是不可能跑开的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 他钻进了坟里 这个坟头被人挖开过 露出了半个拱形的藏顶 黑漆漆的洞口 宛如地狱的入口 我让谢老道拿起手电筒 对准了洞口 然后跳了进去 钻入洞里 洞里只能容一个人单身弯腰进入 里面阴气逼人 到了尽头有两扇轻石的木门 石门紧闭 上头还刻着花纹与鸟形 我伸手推了推 没推动 皱起了眉头 这个坟墓被人盗过 为什么这个木门去绑好无损呢 谢老道突然有些害怕 不会真的有鬼吧 别瞎扯 我摇了摇手 慢慢的用手朝旁边挪 忽然我恍然大呼 我知道了 这个木门是假的 明代的坟墓 为了防止别人盗墓 与前代的墓质不一样 他们往往会设一道假门 让盗墓贼啊 进门而不得入内 而真正的木门却在别的地方 这个木门两边的横土都是石的 有经验的人一摸就知道不对 估计那些盗墓贼也是挖到这 发现是假的 就不往下挖了 谢老道依然有些紧张 那刚才那个人 他能跑到哪儿去啊 你不是懂风水吗 帮我找找 找找这儿的即位在哪 听我这么说 谢老道手忙脚乱的算了一大圈 指着指 东南 东南 即位在东南 说着他正要往东南方向跑 我一把拽住了他 你拽我干什么 你不是要找木门吗 你晚上不是说了吗 这启木之人处处跟木主为难 那木门自然不会挑即位了 一定是反其道而为之 肯定是在相反的东北 我们两个离开洞口 来到坟墓的东北方向 我借着月光 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微微的凸起 我跑过去 一眼就看到草丛里 有一个很不起眼的洞穴 洞口不大 旁边看似随意的垒着几块石头 谢老道一看 哎呀 这叫镇木石啊 摆的叫北斗七星土 我走到洞口 清了清嗓子 爬出来吧 如果你不出来 我们就把洞口给封了啊 我喊了半声 洞里终于发出了嘻嘻缩缩的声音 好似一条蛇在爬 接着 从里面先是探出了一只胳膊 然后露出了一张 我熟悉的面庞 许愿 咱们又见面了 方振的脸上 挂着淡淡的笑容 我实在没有想到 在秦岭的深山里 一个无名的古墓中钻出来的 居然是方振 这比从里面钻出废翔都让我惊讶呀 方振是刘菊的得力干将啊 身上本来就迷雾缭绕 我从来就没有看透这个人 这样一个神秘的人物 居然跑到偏远的山区 钻进了一座坟墓 这事怎么想都蹊跷 在我的注视下 方振从从融融的从洞里爬了出来 然后拍了拍身上的图 又摸出了一根香烟 哎 我本来以为能藏得住呢 没想到你的眼光还不错呀 这 这 这怎么回事啊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 这个墓口是我刚才发现的 虽然不大 但隐蔽起来还方便 我以前参加过队越自卫反击战 毛尔洞比这个还难钻呢 哎呀 我没问你这个 我问你怎么跑这儿来 面对着我愤怒的质问 方振淡淡的看了我一眼 一点表情也没有 这有什么难理解的 我一直在跟踪你啊 什么 你在跟踪我 对啊 你一到齐山 就一直在警方工作组的监控范围之内 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我的视线 方振轻描淡写的说着 仿佛在说一件极其稀松平常的事 可我被这句话却搞得大为震惊 不愧是国家机关 我自以为像孙猴子一样 跳出了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可没想到还是没有逃出如来佛的掌心 旁边站的谢老道 一听他是警方的人 口气又跟我很熟 连忙缩着缩脖子 哎 我的身份证早丢了 不适合跟官府的人打交道 我回去睡觉了 说完他转身就离开了 只剩下了我和方振在林子里 我盯着方振 方振也平静地看着我 我们两个人什么都没说 此时的方振没有穿警服 换了一身灰褐色的登山服 像是某个大学登山队的教练一样 只是表情仍旧是那副冷漠和镇静的神态 似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事 能让他惊讶到洞洞眉毛 我倒是惊讶不已 怎么说 我一离开安阳 你们就盯上我了 方振摇了摇头 把视线投向远方 我们在安阳把你弄丢了 局里的反响很大呀 后来工作组形成了一个意境 认为你和幕户加奈 可能有什么秘密的约历 正好赶上幕户申请前往齐山 所以我跟着他就来这儿了 没想到到这儿 还真就找到了你 哎呀 这叫什么事啊 我心中暗暗叫苦 这件事他们弄错了因果呀 我是到了齐山之后才看到了幕户加奈 才跟他合作的 可现在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也一时半会解释不了 我飞快地转了几个念头 试探着问了一句 这么说 我跟胡哥和军福他们的来往 你们一直也看在眼里了 方振不置可否 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在黑暗的树林里 烟头显得格外的明亮 我其实最烦的就是这种反应 高深莫测 我不知道他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只好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哎 方振同志 我不是通缉犯 也不是狄特 更没做什么非法的勾当 你干嘛这么躲躲藏藏装神弄鬼的 许然 我的任务是对你实施保护性的跟踪 刘局不让我干涉或探听你们的行动 听方振这么说 我倒是松了一口气 如果他说的是真话 那就说明他口中的工作组 只是知道我接触过岐山的什么人 至于我和机云福幕户家内谈什么话 工作组应该不清楚 我又暗暗地看了一眼 方振脚上穿的那双破的回力球鞋 心中暗暗佩服 同样是保护性跟踪 在县城监控是一回事 在山里追踪是另外一回事 方振只有一个人 既要提防山路险峻 又要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 紧紧的跟在我们身后 难度真是不小啊 他以前参加过对月滋味反击战 伸手果然了得呀 按照常理啊 此时的方振应该会问我 你们到秦令有什么目的啊 可是他似乎对这个话题一点都不感兴趣 没有任何刨根问底的意思 只是专注地吸着烟 我叹了一口气 行 你现在既然行动暴露了 打算怎么办啊 杀人灭口啊 对不起 我没接到杀人灭口的命令 方振平静地看了我一眼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跟你们同行啊 我的野外经验比你们丰富多了 我看着方振那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还真没办法拒绝他 刘局委托我们调查佛头案 又派遣方振暗中保护 理论上我们是一伙了 没有理由把他排除在外 不过这样也好 一切瘫在阳光下 至少他不会鬼鬼祟祟地跟着我阴魂不散 于是我就同意 带着他回到了宿营地 方振很自觉地找了一处平整的石板睡下 我在他的注视下 硬着头皮钻进了木户加奈爱的帐篷 我觉得这真是越描越黑 恐怕真的说不清了 经过这么一折腾 我反倒不失眠了 一觉睡到了天亮 等我醒来之后 发现帐篷是空的 探头一看 闻到了一阵肉香 方振不知用什么办法打了一只野兔 用竹枝穿起来烤得直冒油啊 木户加奈和老谢坐在两侧 手里捧着两节竹节 里头是白花花的米饭 有些拘谨的吃着 看到我醒了 木户赶紧走过来 递给我一条浸着冷水的毛巾 我擦擦脸 跟他用眼神交流了一下 但什么都没说 方振说他只负责保护安全 可当着他的面 我们俩说话还是有所顾忌 木户加奈拉过了我的手 在手心写了小心两个字 我点了点头 在他的手心里写了 见机行事 我望着有条不稳 拆着帐篷的方振 心里忽然涌出了一个疑问 以他的老链 怎么可能会被我发现 他不是故意显身的吗 方振的任务只是暗中保护我们 没有必要大半夜 冒着被发现的风险接近我们 除非是 他必须要接近某个人 或者 他想拿到 什么东西 感谢收听热播健保小说 古董局中局第一步 敬请订阅 点赞 开启小独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